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最近出水街的病人比较多 就是高龄的、长期卧床的 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是比较多一些的 我们医院都采取了好多这样的措施 为这些年纪大的病人有基础病人 极为重量的病人开通绿色通道 给他们腾出了很多床位 给他们很多救治的机会 合定床位45状 现在受到60个病人 三分之二都是一个极为重症 在最近将近一个月的医护人员 加班加班 去做医院非常辛苦 来的病人是应受、紧收 这没有举个一个病人 紧大力量宝来进入病人 我们那天是11点到12点来这儿的 来这医院里面的 然后当时大夫还可忙的 我们一说家里的情况 他原来有老年病 就是糖尿病 然后护士就赶紧找床位 赶紧给我们安排 就是说我们特别感动